有一些好的我们看得非常的感动 从那个挑战完了之后 回来就从来不聊天的也聊天了 多少升温了一些 包括刚才有一次出现又离开 那真的是击中了他们的内心 在那个高空挑战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那个悬崖摘花 跟那个喊出心里话 其实这两个给我们触动很大 但是好像KK跟童真杰的 就稍微显得情感的 冲击力没有那么的浓烈 可能也是主持人的特点 嘻嘻哈哈惯了或者怎么样 但是就总觉得缺了点什么事 其实是错失了一次 我觉得真正的内心心 与心的沟通的一次表白的机会 对 可是这就是开玩笑的人的一个弱象 因为他不敢真的碰触 所以爱开玩笑 你看他们在早上的时候 他还跟邱宇讲情感要有回馈 可是你知道我个人认为 其实KK他的情感回馈的方式叫做嗨 就是你跟我聊什么 我把气氛调得更嗨一点 那叫做气氛的回馈 那不叫做情感的回馈 他没办法再做深度的讨论 所以他通过情绪嗨 把这问题给回避掉了 就我相信KK他的这个本质 也许应该是当初吸引童晨洁的一个原因 就那种比如说在朋友面前 然后这种气氛担当 然后他的那种幽默感 但是就是好像这种在生活里面不管用 就是说任何一个关系 你早期在初期在一起的时候 你寻求的是共性 共鸣 我们两个什么很多很处得来 可是你要跟人能长期关系处下去 主要是说你们遇到矛盾的时候 你们怎么解决 KK跟同城节 他们俩处理问题 你看完全不同 同城节非常直接了当 你进一年久 我就来去生孩子 我目标明确 对 我很清楚 KK就是开玩笑 我划过这个问题 我绕圈来解决问题 这个时候 长期关系处理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 那是不是可能就是 两个人就存在要孩子这件事情 有可能 他背后一定有更深层次的问题在里面 我们还不知道 到底那个深层次的问题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他们就在这里一点点就爆出来了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